一米男子站在國道路間 雙手把紙箱頂在頭上 一下左蹦右跳 一下雙手亂揮 向座伸展操 完全無視旁邊高速經過的危險車流 國道喔 忽然 一台紅斑馬擋在他面前 沒想到男子你追我跑 當場拋給警察追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看見警車阻擋 男子扭頭衝向車道 後方車輛嚇得緊急煞車 兩名國道警察也急忙追了過去 很危險耶 不怕死啊 真的不怕死 男子穿過分隔島 從北上跑到南下車道 失控逃窜 遠景生怕出意外 不斷揮手示警 驚險瞬間 一輛白車在男子面前急煞 差點嚇死 不只國道警察連旁邊工程人員也加入追逐 一番追逐後 予以帶回分隊保護管束 這起事故發生在南投民間鄉 黃姓男子就住在附近 疑似情緒不穩才會做出脫序行為 萬姓來往車流都煞車及時 才沒有發生危險 但闖入國道 不是每次都這麼好運 警車橫在國道上示警 前方幾塊黑影已辨識不出形狀 25號清晨約4點半離奇事故 台中南屯一名胡姓男子 從上方路橋墜落到國道上 男子遭多車輾過 不幸慘死 石塊散落國道上 驚悚畫面 令人不寒而栗 記者曾偉強如敬傑 陳真茂南投台中報導 庙の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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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一場地 庙一場地